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終於邀請到一位網上的觀眾 他想改善化妝的問題 其實你有什麼問題? 我想鼻樑高一點,可以怎樣? 如果他想鼻樑高一點,除了直接打鼻影和光影之外 其實微距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你看看,他的涉眉其實有少少闊 如果拉近一點,鼻樑也會高一點 看來整個面影都會瘦一點 首先我會用粉底做全面光紋膚色 下遮位置用遮瑕膏上 用遮瑕膏在一個圈位置輕輕拍打 直至做到最理想的遮瑕效果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碎粉掃 用卷的方式全面壓上碎粉 這個時候大力一點都無所謂 當底妝完成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開始畫眉了 至於畫眉方面 其實我會用粉色的眉筆 由眉底開始畫起 一筆一筆輕輕地畫 剛才我們也說過 Mathos的眉頭其實需要畫前一點 畫好眉頭之後 其實我注意眉型 當所有畫好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用遮瑕掃 在邊位輕輕地收起一點 眉頭看起來乾淨一點 個人都會精神一點 至於眉尾位置 其實我們可以拉長一點 也會顯瘦一點 不過就要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跟眉毛生長位置 越來越落 可以用一支乾淨的眉掃 輕輕推翻 一些利用重瘦的位置 不過重點重點都是要記得 眉頭位置要推翻軟一點 令眉就更加有層次了 光影部分我會用一些 比較薄身的遮瑕膏 用鼻膚色淺一節亮度的顏色 在鼻樑位置中間打直掃下去 要記得打得夠直 否則鼻邊就會看起來 尾尾尾尾尺 而眉尖和額頭的位置 都可以落一點 主要是令額頭看起來 飽滿一點和光一點 其實這部分重一點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最後會用手指 推翻過紋 而眉骨位置 我們可以落一點光影 主要令輪廓更加立體 更加集中一點 之後我們可以掃上鼻影 鼻影要上得自然 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選擇一些 比較薄身一點 而且粒子比較細的粉狀產品 而位置通常我會掃在鼻翼 和鼻樑兩邊 主要是由裡面掃到外面 通常我都是鼻翼掃先 因為通常人的鼻頭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這個部分落多一點 我收拾效果做得最好 然後就沿著鼻樑兩邊掃上去 最後就用回剩下的陰影粉 來做回按摩位置 這樣做到最自然的收容 其實通過收近微距 光影 鼻影這三方面的配合 其實做出來的效果 比單用鼻影更加完整 和更加自然 當輪廓收拾了之後 其他部分的化妝 其實可以跟隨你自己 平時的化妝 在這裏都給大家一點點提示 其實適當的微距 其實就在脊半至兩隻手指之間 其實這個微距 是最適合亞洲人的面型的 其實想知道自己的微距 會不會太高闊呢 就快點拿兩隻手指試一下吧 如果大家和Mavis 都一樣有一個微距比較闊 和鼻樑比較扁的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把微距拉近一點 鼻樑就會高了 大家可以試一下吧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可以幫到你的話 不妨在Facebook 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在這裏都預告一下 我們的Youtube訂閱人數到達了6000人 我們都會在Facebook 送不同的化妝品和服品 到時就會隨機抽出 一些Like和Share的網友 快點叫朋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吧